我觉得和呼吸打的话 因为我们已经打了有三年了 然后我觉得他的话 就是比较有实力 单人线比较强的一个选手 和他对线的话 我觉得我就注意好 就是线上的细节就好了 就标记的话 是一个比较稳健的队伍 然后我们的话 就希望就是前面 很积极地找节奏 现在技术赛关键阶段 然后我们队伍的话 就想要赢下每场比赛 然后进技术赛 牙膏选手的话 我感觉到就是特别会 支援打野类型的中单吧 应对他的话就 好好的把它压在线上 不要去支援打野了 我们队伍的话 就是最近对版本理解更好了 然后执行力也更果断了 其实对于打出什么成绩 我倒是没有想过 但就是 每一把都能配合得更加好 就感受会更好 BOK这边先抢 金克斯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他们在23手 拿到一个勒弗兰 加一个 这个前中期比较强的打野 那这个阵容就很舒服 没快脱 直接出双C啊 这么拼 直接出双C了 那 不要记其实有发条啊 他甚至可以直接发条人马 后面 发条人马 或者赵信加勒弗兰 对 赵信勒弗兰 我觉得就直接给他安排 这维克托都名牌出了 这手直接出个维克托 其实挺 挺拼的 真挺拼的 不要记这手怎么拿 是拿辅助还是拿勒弗兰 就塔姆跟勒弗兰二选一 他们 实在不行 发条也行 发条毕竟是波波 升级最高的一手 就稳一点 稳 一问为主 最后还是决定稳一点 纳尔算是现在 因为没有杰斯 再没有凯南 他算是有点线霸的英雄 纳尔好 真的好 纳尔选项 主要是 369也不太可能 玩下卢歇安这种英雄 对吧 啊 啊 真的吗 不是吧 这么变态吗 我就说说的 69哥你别 69哥别生气 我说说的 真来了 真来 真来了 这 不是吧 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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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的路线 真来了 真来了 很久没有见了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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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九哥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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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生气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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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该质疑你 错了 错了 呼吸 他没有跟兵线上 而且这个眼是谁做的 加一分啊 这个眼太关键了 这眼是谁做的 这加分眼 这眼直接把呼吸 给玩的一级玩不了了 但是 福祉做的 对 这个眼太关键了 这个眼直接让呼吸 掉了三个近战兵的经验 好像直接这手怪藏失败 而且六九哥抢二要一台来一套 哇 回力回宣标 想要吃这个兵 但是没吃到好像 是的 很有经验 那个眼 两边打野 野区遭遇 风展店吃鲜椒 吃不了呀 直接戳上来 这边福祉在野区 被暴打了一套 自己赶紧先加速 但是没有走开立场 福祉自己反而有点危险 现在被两个人夹在了中间 这边想要W闪吧 并没有 福祉也捏得非常的稳 再来上 他应该是记了眼的时间 但也没消啊 这波 也没消 直接往上来 想要直接动吗 纳尔是提供不了任何帮助的 哎呀 看到眼消 看到了 中路 大条拳回来 拉到 但是照星现在是一个五级的照星 包括把位置给拉开 直接叫闪线 要躲一个千载游眼 防止被W闪啊 直接秒吗 没有啊 防止被W闪 直接秒吗 这边有机会可以指 我们看一下 这边指指到是一个泰坦 泰坦直接把这个指给勾断了 自己打出一个冰川 闪现到塔下 而反而Doggle这里 走过来 被Q下 他这个夹子放的位置 刚好加住了对面 大坦就被指到了呀 Doggle这位置挺铁的 头 Wiris现在 好不容易到达六级 我觉得他这把可以直接先来个小盘甲 想越了 这位置 指到了 但泰坦的解位还可以 下面应该是能伤害过吗 但是踩夹子踩到了 后果 15了 卡扛死 但是这个大人头 哇 这个人头是让泰坦似的 而自己拿到双叉 哇 过来 现在他已经到达六级 要戳卢仙嘛 这肯定不是一个好的角色 星月护卫 直接被逼出来 而且卡纳威就在边上 369 玩得好强势 短翼刷平A 哇 这369这把 真的好强势 来看一下下半截 罪名定住 这边一勾 总统是勾了强 但是自己还是有点危险 伤害够吗 最后一下平A出来 但是 自己罪名的这个Q技能已经打过了 Missing扫描扫过来 这边应该是准备让辅助回城了 哦 苏苏好聪明啊 他直接躲到阴影里 哎 这最后一下取消了呀 厨师 刚说完好聪明 要PB来救 8条回头一勾 勾到了Missing Missing这个位置能走吗 来 这边 Q过来 闪现 闪现过墙 威比没有敌神跟上 一个 这边是一个 好W闪 W闪过来 先想留一下Hope Hope是没闪的 这个位置 赵新年到就死了 这波你别说 因为一个TP的支援 让节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本来我感觉 这波京东 如果是没这个TP 真的要大获全胜了 但是这个龙怎么说 威威先一个R把 铺铛王扫走 再一个大转 拉回卡纳威 卡纳威是没技能的 只能交闪了 闪完之后 要再往上 现在游泳一下 两个人后面有个维克托 维克托罩三角草了 波波这里 没有闪现 他还差最后一点点时间 被离场给定住 卖一个中单吧 但这波对于 标记来讲 我觉得真的已经很赚了 现在没有辅助的 还有进化 而且他闪现差一点点时间 这边交了一个进化 交出最近死人飞弹 missing扛塔 看到极限 这边给了一口治疗 再来看一下 刚才下路这波 下路这波 罪名定 然后 这个钩子是躲掉的大招 然后 missing去找松松了 松松在塔下 逼missing去找了 没找到 然后松松这个位置 本来要回了 但是他跟队友一沟通 发条能踢吗 能踢吗 能踢OK 踢 那我们打一波 先给这个盾 保护 然后再一个kill 最后 威威是配合上超级的 飞弹 W闪 而且这个角度也很好 直接很准的是拿到了这个人头 但是经济依然差3000 对于 必要机来说自己塔皮还是掉太多了 中路掉四层 下路掉四层 而且上后布瑞斯有点危险 狂蜂过来 交闪线 回到冰堆之中 但是还是被控制 卡奈威拿到这个人头 这边威威直接行为护卫 但是自己还是走不掉了呀 现在 两个人头全都是卡奈威拿到 这种问题还是在下路爆炸了 对 下路直接炸现了 哎 布瑞斯 他没有闪现的 好跳 好跳 这边是躲掉了太阳药板 小国想打吗 想打 他马上变大了 别拍 拍到墙上 但自己还是在脆了 攻一下 这边过来是一个打野 直接吃了一个魂 但是那儿的人头 还让这个四层收了下来 旁边有一个卢贤 卢贤直接狂放夜 到脸上 高国是直接选择了麦 贴脸的圣香洗礼 直接配合队友扫死了一个太阳 然后进场的辽纳 进场的造型也活不下来 被辽纳拿到人头 一换三 京东也完全可以接受 来看一下刚才 跳 躲 躲完大招之后 自己怒气很不错 但是因为刚好 被控了一下 三六九也有踢啊 这波这么打起来 三六九踢下来 战斗力还是右边强太多了 这边因为三六九踢过来 隔断了发条的位置 发条稍微晃了一下 第一时间三六九先到正面 一加狂风 一退了 Dogo 然后大招 圣枪洗脸 很难走勒呀 很难走勒呀 没技能了 让破灭王先扛 三六九没技 躲个技能 A两下 再WAA 最后人头给到三六九 我这把三六九真 真给玩起来了 好丝滑呀 他现在 随便推推线 这个视野 你根本没法往外扑 闪现强行 闪现弓 过道是一个打野 在打野直接通过天里走了 而且更没差 就把瘟瘟给倒死了 后破反应可真快呀 这个狂风 这波反应 后面要踢踢 踢踢过来是一个发条 发条要在这里 双踢直接踢过来 那马上变大拍 拍到墙上 这边想要动 动的是一个维克托 维克托的中间人 被发条收了下来 但是对于京东来说 其实无伤大雅 这波骑马 勾子又勾到 勾到这个迷信 发条大战接来了三个人 超队的紫正飞来 是打穿了迷信 然后但是这边的一个狂风 是躲开的青灰眼睛 不过自己还是有一点的危险 都过受到一个人头之后 还要回头继续打吗 后破这位置是有双招的 要被打散了 闪现交温之后 这位三个队被粘住 但没有人再往前跟了 牙膏想点子啊 这波 你为什么不跟队友一起撤呢 拿到了终结人头 而且人头是双C吃的 这边是让波波吃了一个终结 你看往上走 他觉得往上走有泰坦 逼他位置可能是 但这波其实早就可以走了 这个二塔明显 你最后那个兵线 是不够你点掉了 走得慢了这波 然后在野区被绕后了 但是好在是残局装备足够好 竟然没有打得特别亏吧 就残局上面 净动的我感觉 哎哎六九哥 哎四六九哥你怎么在这儿 还行还行 有进的 我直接全交了 自己狂风闪现翼 六九哥 这边是直接进的龙坑 然后外面有一个眼 没有看到里面的人 哎 正面又被开起来了 开到的是一个后部 后部这边应该是直接倒地 而且上路 也就跟这边下去 也就这一波 我们看到直接开始要洗礼 但这个大龙偷下来了还不错啊 京东这个大龙偷下来 应该是能够把自己的 进攻节奏叙住的 现在感觉啊 不要 左边 左边其实唯一没有落后的人是中男 不是是AD 其实现在都过的装备是挺好的 都过这波回家已经是无尽了 哇这波好帅啊 W闪卡了 第三枪过去 直接捅起来 配合上队友 布瑞斯怒气还行 闪现勾勾到 勾到了米西 回头 这个时候给大招 大招直接给到后部 但是自己摔身正亡了 再回头一勾 这边是卡纳维 回头勾到时 威威威直接闪现大招 是打出了一个血手 卡纳维一开出了一个精神 但是米西血量实在太惨了 卡纳维还能走吗 卡纳维居然走掉了 卡纳维在那里 其实布瑞斯也没有追到 情况已经打下来 威威有一点点威了 W 拉开身位 但是被通关天灵 再加上一点伤害 收掉人头 布瑞斯还有大的 这个位置卡纳维过来 贴脸通关天灵命中 刀钩这边回身计划 简开 布瑞斯点果子走了之后 卡纳维还在追到 刀钩接下来 放了个绝活者手类 卡纳维第一时间 没法接近他 这个位置已经有人先避回去了 那牙膏闪现过来 是要拿刀钩这个人头 而且这波时间非常好 是大龙马上就要刷新的时候 只能说这波 现在要再掉大龙的话 这压力可就太大了 扶扶过来 想要拯救团队 他还有大招的 而且这个时候 布瑞斯回家 但是后面听回来了 而且3690已经滑了上来 想了想还要继续追吗 但布瑞斯这个位置 其实要把卡纳维杀了呀 卡纳维这个位置 有点太拼了吧 最后一个压起身的W 被呼吸给换到人头了 那没有了 打野 这个大龙 感觉没那么安全呀 对方是有打野的 不可打了 但这波标记还是很亏 他这波亏了太多人 没快一万 这波确实没 就是没有太多能接赢的把握吧 对标记来说 但对京东来讲 反手卡纳维前两波的 这个拉扯都做得很到位了 直接抽进来 R闪把人扫开 要杀卡纳维 卡纳维先精深 再闪现拉伸位 旁边布瑞斯就差一丝血 包括 还是要打龙 但这个位置 应该是知道的 蓝色视频也照到了 新信号 现在刘京东一马当先顶在前面 那路气很不错呀 刘京东进去 给了个视野 龙应该来不及了 这波京东应该是知道 薇薇要回家了 看了一个对方打野不在的机会 布瑞斯跳上来 空跳加一个空的一个 挺进 那感觉要结束了 这个大龙掉了 说实话 接下来这个推进 有点势不可挡了 主要现在 还是死人了呀 这三个人手好艰难 侧面这边夹住了一个HOPE HOPE这边上去 好像有点在卖的意味啊 这波闪现出来之后没有死 薇薇这边开快表 表结束之后 自己只能死在人群当中了 刘京东勾到了369 369这个位置开了快表 也没有死 HOPE这边变成招新的胖油王 给鸡背中胖胖的压谈起身 通过天理早了 现在又也早了 但是没关系 依然通过强大的伤害 把他灌死了 而且卡纳威这边变成了八条时候 反而是运球到了对方的脸上 再一个R加W 把自己的春歌牙给卖出来 那刀勾在自己的腹地 已经活不下来了 最后是被一个HOPE向前的狂风 受到人头 那最终我们要恭喜京东 通过上下路的出色对线 打开局面 帮助卡纳威建立优势 那接下来就是他们熟悉的 以打野为核心的团战发挥 但这场我觉得369 在最后一手掏出的这个 圣枪游侠领先 很关键 很关键 就是因为 真的就是这个康特卫 红色房这康特卫 这太关键了 这边的话 369全场最高伤害 18000呀 而且不要紧 其实经济一直 开始没有落后特别多 但是就是那一波 听牌龙魂 那一波出去接了一波 把自己给接出 接出事了 就很精彩 这个比赛 这个比赛还是你 方唱罢我登台 两边的 这个胶着的感觉 还是挺强烈的 就是每一局来说 这把直接MVP 没有问题啊 完美数据啊 没死过 507 参团率高不高 那是令你说 毕竟它是一个单带 应用 纠集顶 我只能说这把 对线开始 狙集顶 而且这MVP 有五分之一功劳 分给missing 那个眼 那个眼太关键了 那波的眼 直接让对面 亏三个兵 经验 第一波进来的时候 对面就辅了三四刀 就直接一级 对线爆炸 就如果你说 那个位置 它是站在槽里 把经验吸了 然后369 靠上一点 因为我们常理讲 你上一来对线 你看不到对面人在哪 你只会想 对面是不是 藏在上面那个槽里了 或者说 上面那个凹槽里 对 因为上面那个眼 是没有的 然后 如果是没有 合到这个眼 369就会去探前面 那个槽 或者就去看 那个服务区的地方